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虎夫奇车的 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02集 今天跟大家分享 New Edge所推出的这一款 它致敬到 变形金刚G1里头的 Iron海铁皮这个人物 规避版权的关系 给它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Hawk Hawk直接翻译过来 是老鹰的意思 那么这款Hawk的话 它除了玩具 机器人本体之外 还附带着这样子 这么样子一个地台 上方有很多的小型配件 当然它的功能 并不只是单纯的 可以让我们摆放 这么多的配件 主要是致敬到 G1的铁皮的玩具 它是有附送 不对 应该说它的载具 形态是一个 红色的面包车 但机器人的状态下 是一个不怎么完整的 机器人 还有这么样的一个地台 所以这个地台的话 算是对G1的玩具 做这个高度的致敬 当然不是每个人 都会想要这个地台 有人可能会觉得说 你不要这个东西 可能价格卖便宜一点 行不行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上面的这些配件 首先的话 有枪 一把 两把 还有我们手上这个 它一共附带了三把枪 那替换的手掌的话 则是有一个 张开的手掌 跟一个拳头 还有另外一个 可以替换在手上的部件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纯粹 去致敬到 G1的玩具的一个 像是 雷射枪 还是什么东西的造型 下方的话 有履带的刻画 但是不能滚动 那 地台的话呢 本身也没有什么可动 不能够做一个变形的 那它还有附带两个火焰的特效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飞行背包了 那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呢 就轻松的呢 可以把它给这样子取下来 然后呢 这个火焰的配件的话呢 这里注意啊 比较刺手一点点 那我们就直接的从后方 这样扣上去 那么可以看到它的后脑袋啊 是有一个开口的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可以做出一个 飞行的一个状态啊 非常非常标准的飞行的动作 那么作为一个小比例的玩具呢 我们也还是跟官方的核心级啊 做个大小尺寸的对比啊 可以说非常的接近 那玩具本身的话呢 一如NA的表现啊 涂装的话呢 还有漆面的话呢 算是非常优秀的啊 那身上的话 硬要说它的缺点 我觉得可能小臂吧 这一代是不是稍微粗大了一点 其他地方的话呢 都做得相当的不赖 我们就一一的来看看它的一个细节 首先我喜欢人脸造型的变形金刚 这个侧脸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啊 头灰上面的这个反光啊 这个弧形也是做得很优美 胸口的话呢 是一个特殊的蓝色部件 那么侧边来看啊 这里这块部件啊 特别涂上了一个灰色 那这里的一个分件的话呢 看上去比较多 那感觉还可以 并没有特别复杂的感觉 那这个腰的话 如果往下面这样卡住 一拉紧的话 其实它是不会晃的 这个是纠正了很多NA以前 有些玩具这个下盘不稳啊 也要喜欢晃来晃去的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 360度的转动啊 额头肌 拳头应该是可以替换 所以当然就可以转动了 脚往前膝盖 弯到可以到90度 甚至更大一些 脚踝也有接地 整体来说也是非常标准的NA 水准的表现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款Hawk的变形过程 那这个手的话我就故意不替换 它在掌型的情况下 一样可以完成变形的啊 那我们先把这个手臂的话呢 先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小翻转吧 从这个地方 把它摆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要把这一块部件 做一个旋转180度到这里 先到这就行了啊 其他地方的话恐怕是暂时记不住 我们只要记得先把它给挑开 挑开之后这一片部件翻到前方来 先摆开到这样就行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胸口这个地方 给往前面挑出来 那背后的话呢 这里这块部件把它给挑开来 两侧打开 两侧都有啊 手臂先挑起来 两侧打开 我们先把这个头呢 给缩进去 整个的给放进去 然后这个部件往上盖上来 那盖上去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部件先往上推起来 把胳膊的话呢 往下放下来 整个灰色部件翻到下方来 那我们记得把这个地方往外面挑出来 那这边也是一样的啊 把这个灰色部件转下去到这里 那这里要记得我们转成转成这个方向 这一块部件啊 就是说这一块部件 啊 完整的面是朝外的 这个缺口处在这里 那我们的话呢 就把这个背包暂时放到这里 那我们的话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我们也是可以先把这里 整个部件给翻过来 然后这里还有一块部件 跳出来 跳出来之后 啊不对 应该是先盖下来 整个人说瞎话啊 盖下来 到这边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部件啊 稍微先合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它的形状就是像这样子 这边也是一样的啊 整个的 给挑出来往下面翻 好 那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手臂啊 这个地方里头不是有个滑槽吗 它这里有个滑槽的啊 我们就记得 这个滑槽呢 是要辅助我们把手的话呢 给往外挑出来 好 到外面 这里做一个小结合的 那这里暂时会松动都无所谓 暂时都不用管它 那你要记得哦 里面这块部件 稍翻成这样子 好 从下方给各位看一下 它这个面板是朝外侧 里头要尽量流空出来 那这里的话呢 这里不是有个灰色的一个滑槽 我们这个时候就顺势的把它给往下面 给拉下来 拉出来 然后整个要往后面放 到时候腿就会变成这个形状了啊 那我们刚刚的话呢 我故意的把这个手啊 给换成是掌型 给各位看一下 它最后的话呢 是可以完成变形的 好 那总而言之 上半身就这样子了 腿的变形就很有趣了 首先整个腰部旋转180度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腿 这里整个的给翻上来 那这里就很有趣了 这里 把它整个面给翻到前方去 这里也是一样 挑起来之后 这里打开 整个的往前面翻 好 到这了啊 那这个时候就最后的一个大结合了 这个地方 推到前方来之后 它这里有两个凸 往上面顶上去 到这里 往上面顶上去 到这边 还有前方这里 整个都扣上去 面包车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把它给往前面推上去 好 那么这一侧的变形 已经差不多完成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这样子 记得包过来的时候呢 包过来的时候呢 先给各位解说一下好了 这里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里面这个板子 为什么这个板子要在外面 就是因为它包到这个大腿的外侧来 包到外腿的 大大腿的外侧来 这边 就下往上 这里把它给扣上去 好 那手的话呢 这一块不一定就到这 那我们这里 可以看到 这个 只需要把手掌往内推 往内推 这样就可以完成它的一个完美的一个收纳 到这里 好 这样子 各位应该能够看得很清楚 那最后这个脚的斜尖 应该说脚或整个脚后跟往前面推到底之后 这里 包到前面来 然后就是这里 凸跟到的一个结合 我们可以先扣其中一边 因为它的这个两腿 彼此之间是没有结合的 所以我们可以先扣其中一侧 有了 这里有结合了 真正说瞎话 对不对 那因为这个变形的话 记忆点很强 几乎就是 变过一次 你就能够记得起来 那 这里 我们也刚刚有提过了 我们就是把这个手掌 在不换的时候 就把它完成了一个变形 非常流畅 非常舒服的一次变形 腰部要旋转一次 那其他的话就 不需要多做多余的旋转 那我们来看到这款Hawk的载具 严格来说 严格来说 单纯看载具的话 我真的觉得它没有1.0版的铁皮 那么好看 这个感觉比较修长 而且它车子 尤其是顶部吧 这个接缝的位置来讲的话 可以说扫上非常的多 而且它前方还有雨刷的一个细节 那整个车型的比例来说 可以说1.0版 我真的觉得要好看的很多很多 那但是以变形来说的话 两款都很精彩 但是这一次的2.0版的话 感觉更加的技艺点更加的强 那整个玩具的综合表现来说的话 就是NA一贯的水准 变形是非常精妙的 那这一次的配件的话 多了一个高度致近到G1的一个整个基地台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 我还是觉得这个车型就是叉了叉了叉了点意思 叉了叉了叉了 我讲了几个叉了 好吧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进行到那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